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去吃猪杂莲藕汤 夏天了嘛 吃的也比较清淡的 在来的路上 我从来没有认为 这份猪杂莲藕汤会有多么的好吃 但在几分钟之后 我将会彻底喜欢上这样的味道 哎 好帅 不过好像没有看到卖的呀 哦 走错了 在这边 很多的从这个大道到另外一个大道 都是从这种小箱子里穿过的 看 哎 要知道来这边不仅可以喝汤 还可以把猪杂莲藕和米粉 河粉 面搭配在一起 透一顿饭 但今天 我只为一碗猪杂莲藕汤而来 可以 要莲藕汤对 对 莲藕汤 对 还有还有 莲藕汤 对 你再看一眼吧 拢起面猪杂莲藕汤 当客人点了猪杂莲藕汤的时候 老板才会从大锅下面捞出莲藕 小心翼翼的切成斜刀块 好像生怕这莲藕切碎了一样 在进门的地方 大叔摆了5盒肉来做猪杂 串熟的肉要裂干水分 才能放入铺了莲藕和西洋菜的碗里 最后要舀上莲藕汤 这样才大功告成 看啊 这个是20块钱的猪杂莲藕汤 好汤啊 这感觉满满的都是料 里面是猪杂莲藕 放了一些香菜 还有一些青菜 清香味 料呢 大家都能看得到 大块的莲藕 猪杂莲藕 里面有猪肚 猪心 粉肠 还有一些瘦肉 汤是带点棕色和零星鱼花的 这莲藕很生气啊 一点脆的口感都没有 好软 它这个莲藕炖的很像红薯芋头一样的口感 吃起来很面快 尖着了猪杂的香味 这个猪杂呢 就是吸收了莲藕的清香 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很清淡的味道 这边桌子不多 只有三张 很多都是打包回家吃 吃起来 吃起来 你们吃到这个莲藕汤好吃吗 好吃啊 好吃啊 吃完再打包 刚才也在吃的 吃好包啊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对 主要它那个莲藕够粉 哦 对 其他地方那个莲藕不粉的 是是是 那是水渣渣的 一点不好吃 它这个粉掉的很好吃 对 喝点什么 他们就是老年闺蜜团 如果说三不老太太出道的话 应该也能够收获很多的粉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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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